大家好,我是谢萱 今天我所要讲的故事题目是 蚂蚁阿力 蚂蚁国的阿力是个有名的大力士 它可以扛起 比自己的体重重600倍的东西 爬行800公里 也不很累 蚂蚁国举国上下都对阿力佩服的五体投递 有一次 正当蚂蚁们齐心协力 把一块巧克力搬进粮仓石 一位粗心的同伴 不小心碰到山底下的食物 哎呀,令到山顶的一包米 摇摇欲醉 眼看就要砸下来了 阿力奋不顾身 咻的一声冲了过去 用强壮的身体挡住了那袋蜜蜜 阿力高喊着 快跑啊 快跑啊 你们快跑啊 一直等到同伴们安全的逃离后 阿力才气壮吁吁的放下了这包米 蚂蚁们都十分感激阿力的及时相救 有一天 蚂蚁国举办了举重比赛 阿力不负众望的获得了冠军 赢得蚂蚁国大力士的称号 他接过了闪闪发亮的奖牌 和足够他花上一整年的奖金 阿 激动之鱼 却有些不以为然 心想 哼,我救过了无数同胞啊 却只得到那几句夸奖 哼,不如我把力气剩下 留着下次举重比赛使用 不然 我平时把力气用在干货而上 到了比赛就没力气 那岂不是吃大亏 从那天起 阿力不再像以前那样卖力的干活了 他总是趾高气扬 看不起同伴 也总是选择轻松的活来做 同伴们要他帮忙 他就装无作用 哎哟 我肚子疼 不行不行 我头晕 太难受了 哼 哼哼哼哼 第二次举重比赛来临了 阿力信心十足 认为自己可以蝉联冠军 然而 他万万没想到 他输给了平时默默劳动的嘿嘿 为什么 为什么 眼看着嘿嘿在同伴们的欢呼中 捧起了奖杯 此时 阿力才深深的明白 是自己高傲怠惰 缺乏锻炼 导致体力衰退 才失去了 万军 于是 阿力下定决心 不再狂妄自大 秉着帮助别人 就是为自己锻炼的精神 做回一个舍己为人 重感情 有义气的阿力 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大家